小豬羅志祥今天在台北西門町 舉辦真人秀前唱會 新專輯銷售成績屢屢稱冠 讓唱片公司送上寶庫 揭曉羅志祥榮登2015年度銷售王冠軍 小豬跟天心準備1500杯幸福特調 要在寒冬中送給粉絲溫暖 他也談到和MCA秀智合作拍MV的趣事 秀智比較好 讓我印象比較深刻 因為他一開始說 我說你可以真打沒關係 他說 不有有 我還是假打有 我說OK 那你試試看假打有 怎麼樣會怎麼樣 結果開始拍的時候 他不是假打 因為我心理準備應該是假打 所以我要等他那個拍子 結果他來真的的時候 我有點傻醋 你怎麼來真的 然後後來我就問他說 你不是說要假打嗎 他說我也不知道有 就心情來了就有了 就打了有 日前小豬被媒體拍到忙著看房 他連忙澄清是好友喜事鏡 自己只是幫忙看房給建議 問到他女友的喜事呢 小豬又忙著轉移話題 要大家攜家帶倦 來看他的新歌演唱會 這個好事 感情呢 感情呢 你幹嘛嘛 不好意思 升降先下 當然會跟專輯一點關係都沒有 都唱一些老歌 今年老歌 忙到親近 要拚這麼多 或者閃爍一點之類的 對 全部沒有上自己的歌 所以大家可以同樂 可以帶自己的爸爸媽媽一起來 歡樂一下 情夢夢夢到親近 這個不錯喔 這個練得蠻好的 YES娛樂新聞中心台北報導